常在立法院內全副武裝打起架 沒再怕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被封為金門女戰神 如今松口有意挑戰自己人 競選金門縣長 陳玉珍話講得直接 而他對手就是同樣國民黨籍 有意爭取連任的現任 縣長楊振武 我們整個團隊 在這三年裡面是我最驕傲的團隊 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我們拼經濟的這個決心 上個月才找來團隊局處首長 開直播大談執政成績 從防疫到振興一一舉例 然四大公投時楊振武頻頻催票 最後金門投票率僅十八點七九趴 創下歷史新低 另外根據媒體最新民調 金門鄉親對陳玉珍的滿意度七成五 對楊振武僅有四成多 也成了陳玉珍有意參選一句 陳玉珍2018就曾表態 猶疑參選金門縣長 但最後是楊振武披上藍營戰袍 四年後陳玉珍捲土重來 要不要現任優先 黨中央還未決定 藍營黨內金門前線 戰鼓響起 先選一季好李正道祝福軍 親民報道 所營造的